長期關注教育議題的前議長張芳麗 首先針對處罰學生方式提出他的見解 呼籲教育單位應該注意學生的心理狀況 另外張芳麗也對坡度多的金融市道路環境相當關心 要求金融市政府注意改善路面及繁華係數 因為我們基隆本身 這個山坡的斜坡的路 這個山坡的路嚇得很多 嚇得很多 尤其是北頂路那一站 那一站不夠嚇得 常常在出車 常常在出車 我們是不是研究看看 看是路面的財質 路面的財質 是不是一個改變 協定是這個路面的財質 來做這個繁華的一個 賣賣給它 這麼快就衝進來 因為 這樣不但造成交通的無方便 還會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 除了道路品質 張芳麗也提出多個路段設計有問題 包括成功路橋定制路口 吉蘭龍路右轉愛山路 再左轉人士路的部分 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比如說山坡路橋上面 常常因為 我們爬上去是北項 那邊爬上去也是北項 三條路都是在北項 但是北項的人 他要趕快衝過 他也要衝 他也要衝 他說剛才三條路的車 都在窗 大家都不認 也沒有一個 什麼 某錢 我看說 到底這是 這裡有車來嗎 沒有車來嗎 等到九尾是 都已經收錄到了 那個路段也是要去做一個檢討 要去做一個檢討 其實那個路段是真的 真的真的是很危險的所在 有很多市民朋友都來給我建議 這個路段為什麼 也沒有閃燈也沒有 青紅燈也沒有 都沒有 什麼設施都沒有 但是 就是常常這樣 你發生車好 車好處理後就沒有了 我希望說 處長研究看看 看這是要怎麼來的 還有一個路段 就是南明路出來 我們這個愛三路 愛三路 南明路我愛三路 要我一個人死路這段 因為那段很低 對於青紅市政府 為推廣干激家園 將檢舉獎金提高到罰還的75% 張芳麗也憂心 反而造成檢舉達人過多 恐怕會適得其反 建議金融市政府調整一下 記者張棄騰 記者張晴騰